巴塔基大沉降,气候变化的窗口 巴塔基火山口,也称为巴塔基卡火山口 是俄罗斯萨哈共和国一个引人注目的地质特征 这个巨大的热岩绒挖地通常被称为地狱之门 生动地说明了气候变化对永久冻土地区的深远影响 巴塔基大沉降始于20世纪60年代 由周围森林的砍伐和随后的永久冻土融化引发 植被的移除起到了隔热层的作用 使永久冻土暴露在更高的温度下,导致其迅速退化 在矿产勘探期间,重型车辆的通行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地面下沉,形成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大的挖地 如今,巴塔基大沉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沉降 面积超过87公顷,约215英亩 挖地深达100米328英尺 随着更多的永久冻土融化和坍塌 挖地继续扩大 巴塔基大沉降的快速扩张具有重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 它不仅会释放温室气体 还会破坏地面的稳定 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基础设施 融化的地面会导致新的湖泊和湿地的形成 改变该地区的水文 这可能会影响当地的野生动物 因为依赖稳定的永久冻土环境的物种可能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景观 对于当地社区来说 解冻的永久冻土对道路 建筑物和管道等基础设施构成了挑战 地面的不稳定会导致结构损坏 从而导致昂贵的维修和维护 此外 科学家们正在密切监测永久冻土融化过程中 古代病原体的释放对健康的潜在风险 巴塔基大沉降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现象 它是研究气候变化对永久冻土区影响的天然实验室 永久冻土区覆盖了北半球约24%的陆地面积 了解永久冻土融化的动态 对于预测其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和制定有效的缓解策略至关重要 此外 巴塔基特大衰退凸显了地球系统的相互联系 北极的变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模式 海平面和生态系统 通过研究这场大衰退 科学家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 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 巴塔基特大衰退有力地证明了北极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的形成和生长为推动永久冻土融化的过程 及其更广泛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室 巴塔基大沉匠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可以为全球气候战略提供信息 通过理解和应对永久冻土融化带来的挑战 我们可以更好的为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并努力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感谢观看